陈丽人那种看老婆的行为 与其说是控制欲 不如说是没有安全感 他一定极爱于轩衣 很怕失去于轩衣 尤其在这种举目无亲的地方 人一旦陷入困境 是孤立无援的 平时没有倾诉对象 就找不到生活的标准答案 容易在试错阶段 一时走入极端 从我开始在网络上写文章以来 每年都要写一到两起案子 比如唐山黑社会打人案 巴黎岛情侣凶杀案 华人女博士被警察击毙案等 每次猜测推理这些社会性案件 事后复盘主框架基本都没问题 比如唐山案叫没有拔镜的黑社会 我推理是一群小混混准备搞地下赌球发起聚会 聚会现场临时搞了起流氓暴力活动 后面法院公示内容却是如此 巴黎岛情侣凶杀案 我推测是南方在币圈黑吃黑 最后被境外集团杀害 这事情被巴黎岛情方很荒唐地给掩盖了 所以官方没法定论 但从目前各方面的信息来看 个人推测没错的 我喜欢写一些答案 主要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天生也喜欢做一些推理工作 但因为不能去现场查细节 所以写文章也只做框架梳理 相隔几万里 知道个主线也行 内心破案欲很强烈 还是忍不住写 下面进入正题 陈丽仁和于轩一都生于1996年 美国当地检方说案发时 陈丽仁夫妇都是27岁 考虑到大部分中国人22岁读完本科 两人都是2018年毕业 推测二人生于1996年的可能性更大 陈丽仁生于四川成都一户富裕家庭 网络传言 其父是副厅级干部 而于轩一生于吉林松原一户中产家庭 两人打小都是学霸中的学霸 陈丽仁表现尤其突出一些 小学时是全年级数一数二 高中就读成都七中能进全年级前50名 七中在全国中学里排第七 一本率高达95% 在这种尖子胜学校 陈丽仁拿过成都市十家少年候选人 也荣获过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一等奖 高一时就去过美国交流 能用英语熟练沟通 在四川省2014年普通高考单科成绩 名列全省前万分之一的考生名单里 陈丽仁两次上榜 理科数学满分150分 他拿了145分 李宗卷物理部分满分110分 他拿了105.5分 另从网络上陈丽仁的同学 前女友的发声来看 他不仅高智商高学历 懂礼貌外形上也高大帅气 身高1米9 这种配置简直是女生择偶的白马王子级 陈丽仁在成都期中时 交往过一任女友 还跟这位女友一起考进清华大学 前女友说他从来没有动手打过人 发生这种事感到十分震惊 于轩一成绩也很好 一直就读特检版 理科成绩突出 是松原式原高考理科状元 性格乖巧内向 不善表达 喜欢玩乐器 高中时没有恋爱经历 从中学的成绩来看 陈丽仁学霸的含金量更高一些 主要是成都市人口 是松原式的十倍 陈丽仁面对的竞争对手 更多更强大 2014年 来自西南的陈丽仁和来自东北的于轩一 同时考入清华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陈丽仁在清华时 和其中女友分手 跟于轩一谈起了恋爱 2018年 22岁的陈丽仁和于轩一 同时考入美国加州大学 圣迭哥分校 这所学校的硕士只要一年 两人2019年同时拿到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2020年 于轩一进入亚马逊工作 陈丽仁进入谷歌工作 事情发展到这里时 一切还是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而且是很多中国父母 最希望儿女成才的路径 好好读书 到考上国内名校 到去美国留学拿朔博文凭 再进入美国大公司拿高薪 谷歌平均年薪是23万美元 亚马逊平均年薪是15万美元 都远高于中国普通人的收入 我至今记得在北京遇到一位大学老师 他在吃饭时 十分开心地说起自己儿子 在苹果公司拿50万美元年薪的情景 一到了逢人就说的地步 这是多少中国父母内心最满足的案例 陈丽仁和于轩一的锦绣前程 直播于2024年1月16日 陈丽仁在谷歌负责算法推荐工作 经过她的内部推荐 女朋友于轩一 在2021年也加入谷歌任工程师 两人年轻 估计在25万美元上下 但都还没有办理绿卡 陈丽仁和于轩一都喜欢滑雪和露营 秩序相投 又兼多年名校长办 至少前期有较深的感情基础在 在谷歌一起工作一年后 两人于2022年结婚 2023年4月 两口子花了205万美元 在加州圣克拉拉县买了一套房 圣克拉拉谷就是我们常说的硅谷 苹果 谷歌 雅虎 惠普 英特尔 eBay的总部都在这 邻居们说 这对夫妻刚搬来时 还向周围林里送过饼干 举止友好 也从未听过他们有过噪音或争吵 知识精英的远大前程 走得已越来越清晰 不过我看了下陈丽仁在网络上发过的字数 两人的感情经历 绝不是外界想象的这么美好 应该是磕磕绊绊 进入了婚姻 上面这段内容是陈丽仁在杀妻前发的内容 这里提到过两人相处并不顺利 说余轩一是东北豹脾气 还动手扇过她巴掌 陈丽仁后面也开始还手 上文出现了toddler这个词 toddler原意是盘山学步的孩子的意思 但陈丽仁这里可能是指他们家的两只猫 一只美短 一只阿比西尼亚 相对于旁人的言论 两人的字数更有一定的可信度 如果去除掉一些容易自我保护的主观主义色彩 可以推测出两人一直有动手 感情状况整体越来越差 余轩一也经常在清华大学校友会的群里 吐槽陈丽仁的不适 清华的校友也反映 陈丽仁那时一直盯着余轩一 生怕老婆离开自己视线 很没有安全感 谷歌瑞士分布的网友在网络上发帖称 余轩一在一年前曾想调到苏黎世 但因为她已婚 瑞士同事们在投票时将她否决了 余轩一一年前应该就想离开陈丽仁 但夫妻感情也没坏到要杀人的地步 上途中陈丽仁发的这次动手 余轩一摔完东西后报了警 摔东西说明余轩一性格也绝不是逆来顺受型 平时肯定是有一定火气的 警察过来后将陈丽仁带走 有可能扭送至法庭 如果留下记录 将严重影响陈丽仁日后入美国籍 这时候两口子都晃了 余轩一不停地找警察解释 说只是打了一下 没有受伤 不需要上法庭 到这时候也就是案发前不久 两人也没到撕破脸要玩命的地步 双方核心利益受损时 也想着要保护对方 关于陈丽仁在网络上的这些言语 可能有一些质疑 不一定是她发表的内容 但我反复看了其他信息 感觉整体框架上没太大问题 这是两口子日子过不下去 但也没恨到要死要活阶段的表现 2024年1月15日 案发前一天 有一位朋友被邀请来他们家吃晚饭 当时陈丽仁的状态就很不好 但几乎全程一言不乏 目光呆滞 像藏了不少新事 朋友怕他们出事 第二天早上又来联系他们 但几通电话都没人接 朋友赶紧带着老婆开车来到他们家 到达后怎么按门铃也没人回应 便绕到住宅后方 发现房间内有血迹 才打电话报了警 按当地媒体报道 警方出警后 透过窗户一看 见到陈丽仁跪在地上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地将双手举在空中 茫然地盯着前方 警方破门后将陈丽仁制服 在卧室地板上找到了于轩衣的尸体 见于轩衣的头部受到严重钝气伤害 地板墙壁门上溅满血迹 陈丽仁右手极度肿胀发死 衣服腿部胳膊和手上均有血迹 手臂还有抓痕 警方并没有在现场找到明显造成钝气伤的凶器 推测陈丽仁用拳头活活打死了于轩衣 之后陈丽仁被逮捕 案情轰动中国网络 目前还在审判当中 案情陈述完毕 下面进入剖析环节 网络上现在流传两种极端观点 一种说法是 陈丽仁本来就是有变态的控制欲 是个空气狂魔 冷血屠夫 所以才想尽办法 把女友从亚马逊内推到谷歌 开个party也时时刻刻盯着不放 早看出了她不是啥好东西 才会一拳一拳打死自己老婆 另一种说法是 于轩衣跟加州华人里的坏男人乱搞 十分淫乱 或者要跟男上司过日子 被陈丽仁发现了 两人矛盾激化 才发生了悲剧 目前这些观点都没什么真凭实据 纯粹是异想猜测 而且把人物的性格道德 走向极端化了 从目前阅读到的资料来看 两位学霸都不太可能是极端人格 也不是打小就有极端倾向 他们俩都是普通人 就是读书厉害一些 从其他言行看 俩人也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是不会轻易走向人性边缘的 那些阶级攻击男性群体残忍 攻击清华校友会 不管式的言论 是故意将事情扩大化 这些案子不能怪男性 清华 甚至不能怪美国 这是一起特殊案例 不具备普世性 从陈丽人的网络留言 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来 两口子吵得太厉害了 不仅相互使用口头暴力 还上手了 这日子早过不下去了 婚姻根本维持不下去 陈丽人那种看老婆的行为 与其说是控制欲 不如说是没有安全感 他一定极爱于轩衣 很怕失去于轩衣 尤其在这种举目无亲的地方 人一旦陷入困境 是孤立无援的 平时没有倾诉对象 就找不到生活的标准答案 容易在试错阶段 一时走入极端 如果是在熟人社会 小夫妻吵架 有个缓冲带 男的跟老爸和两辈 女的回娘家找闺蜜吐槽 冲突再大 被亲友们一搅和 本来还挺仇视的夫妻俩 很可能被老爸和闺蜜 讲的段子给冲散了 回家又该咋过咋过 陈丽人害怕失去于轩衣 一旦害怕的情绪失控 又得不到亲友的缓解 年轻气盛的怒气 没有地方安置 容易跑到暴力的边缘 把孩子送到遥远的国家 去读书生活 一定要先考虑 他们的心理承受问题 你一个三四十岁的人 都未必能承受的东西 十几二十岁的人 怎么承受 陈丽人和于轩衣 又都是学霸出身 他们这一路 学业跟职场的发展 又太过于顺风顺水 读的都是顶尖名校 进的都是世界一流互联网企业 到了美国 一旦遇到事情 或情感上的挫折 容易发生人生折断 就像一棵生长脆弱的小树 咔嚓一下 就断掉了 这件事看起来 很像是意识冲动下的激情杀人 女权分子们先别激动 我知道一拳一拳打死人很残忍 听我慢慢解释 从案发现场的血迹和伤痕来看 陈丽人在下死手前 夫妻俩进行过一场打斗 因为男方手臂上有抓痕 地板 墙壁 门上 溅满血迹 两人打斗过较长时间 位置不确定 血迹分布不集中 才会有这种迹象 用拳头打死人 确实表现出陈丽人当时满怀怨恨 但也正是因为用拳头 表明这件事并没有预谋 如果有预谋 一般会使用枪支 毒药 尖刀等工具 因为人的手骨 远没有头骨坚硬 猛击头骨容易造成手骨骨折 用拳头打死 是鲁提侠这种特殊情况 陈丽人照片看起来偏轻瘦 要预谋杀人 首选项一定不是拳头 突兽杀人 是比较典型的激情杀人行为 在国内也通常以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来定罪的 中国最高法官于贯彻 宽颜相继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里 有写过 对于因恋爱 婚姻 家庭 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 因劳动纠纷 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 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 因被害方过错 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 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 因酌情从宽处罚 如果不是故意谋杀 这件事在中国判死刑较难 在美国应该更难 在刑罚宽松些的家州难上加难 在分析完陈丽仁和于轩一的成长经历 案发前状况 案发现场后 大致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一 陈丽仁和于轩一在结婚前后 就已经有了较深的矛盾 两人的矛盾到后期已无法调和 已经发展到动手的地步 二 陈丽仁很害怕失去于轩一 失去于轩一会让他在遥远的美国走向极端 三 在案发前一晚客人在他家做客时 两人矛盾就已经爆发 个人猜测于轩一强烈要求离婚 或者两人中有一人发现在外面有人 如果外面有人 于轩一有人的可能性更大 四 客人离开后 两人摊牌时怒火中烧 进入对打阶段 陈丽仁难以抑制心中怒火 将于轩一活活打死 五 陈丽仁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很低 估计会被判终身监禁 或者多年监禁 六 这件事属于个案 不要强行跟女权 清华 心理阴暗 淫乱 美国邪恶等联系在一起 最后 我们可以从这个案例中获得两个教训 一 如果在夫妻生活中或者恋爱过程中 有一方真动过手 这日子就别过了 马上分 要不后果更严重 二 自己的孩子如果心智不够成熟 不要让他单独去异国他乡生活工作 你这不是在帮助孩子 是在毁了孩子